像是前播放著一位擁有泰雅族與美國協同的導演 Tony所拍攝的眾組同聲紀錄片 這次Tony在二零五年來到臺灣所錄製的 共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完成 主要描述Tony回臺灣找尋母親泰雅族文化的歷程 由於Tony的母親在故事前 曾想要回臺灣自己的故鄉 Tony為了完成母親的心願 也想找回母親泰雅族的文化 Tony到了母親的故鄉新北市屋來 並在友人的協助之下 終於和泰雅族的親戚見面 當我第一次見到台灣 我立即溺了在愛的愛的文化 當我學到這裡是從我的母親來 我非常疑惑 因為她沒有分享我 我倆的朋友沒有分享我 我必須回家 而學習台亞文化的文化 但我沒有找到任何資訊 所以我決定要做一些事情 我認為美國在美國會有興趣 和學習台湾的民主人物 Tony引以為傲自己台亞族的身份 未來也希望藉由自己的力量 將所拍攝的紀錄片分享到國外 傳遞台亞族的文化 而在場聽演講的學生們 也相當認同Tony勇於追尋自己文化的心 我覺得他的理念很好 讓原住民的文化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尤其是文化交流的那一部分 因為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原住民的文化 才不會一直有一種 可能帶有問號 甚至會有一些比較不適當的言論出現 目前眾族同生紀錄片 只是Tony剛開始的作品 未來Tony也將深入到烏來地區 找尋更多自己台亞族文化 以及對母親的思念 接著咱們的媽媽要台北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消擦 不好 導 prof 鳥